我們去到昨晚凌晨 就是確診了8宗的新原冠狀病毒的個案 其中8宗裏面就有一宗是輸入性個案 其他就有6位是和其他個案有相關的個案 當中有3位都是帝院那個酒店的員工 我們在12月6號就是派了一些瓶 給那裏所有的員工和一些住客 收回來之後其中有2位 5169和5170都是派完章之後 就發現他們是一個確診個案 5163就是當天我們派章那天 他就是放了假的 他剛好都是有點不舒服 發燒就去了看私家醫生 後來都是一個確診個案 加上這3宗 總共有4宗都是在帝院那裏上班的人士 5163就是在3樓的Sappatini的樓棉 5169就是在Raw Garden那裏有一間3樓的咖啡室 那裏是在廚房工作的 5170就是在他們B4有一間機房冷氣的寄工 我們4位總共4位工作人士都是男性 還有他們有什麼共通點呢 就是他們都是會去B3有個更衣室 在那裏換衣服 因為他們都是穿制服的 就會在那裏換衣服 還有有時候有些人會在那裏休息 都是懷疑在那個休息室 可能有些互相感染的危險 所以我們就是把所有在帝院工作的男員工 是穿制服進去更衣室工作的人 就是換衣服的人 都是送進去檢疫中心 作為一個緊密接觸者 今天是有一位是未有源頭的個案 那就是5166 那他就是25歲的男生 那他就暫時都沒有工作的 那他跟家人就住在太子基隆街108號 那他就平時都有跟家人喝茶 或者是吃飯那些 但是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 那他10月7號就開始喉嚨有點癢 那就去了養骨醫院看醫生 那結果就是一個確診個案 那暫時就找不到他有什麼公禮的活動 是隱使這個發病的 就見到了 來吧 那這個 好 爹